我們今天看 非他指定出來參選台北市長的陳時中 敢不敢拆海豹王 那你覺得黃珊珊會不會拆海豹王 剩下一個會拆海豹王 應該是講萬安吧 我去查內政務的會議題 我到底是誰練習 可是我看著看著我覺得 這張出席表怪怪的 來 大家眼睛屁不利 看到誰的名字 講萬安 看到講萬安的名字 今天這個證據是頭一次公布 現在在場的嘉賓 每一個人都有一張 這邊可能有人沒有拿到 甚至外面的朋友 也可以都一個人分一張 我要證明一件事情 你們只有投給彭文勳 台北市的命運才能翻轉 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你投給三黨都一樣 我今天做了一個很大的背板 在我們的進口的左前方 所以之後隨時大家來 你們都可以指著那個大海報 告訴大家台北市的真正故事是什麼 真正的故事是什麼 蔡英文 她是總統 她是一家公司的股東 而且是大股東 要知道很多人說我會查資料 我告訴你怎麼查資料 蔡英文是這家公司的大股東資料 從哪裡來 不是我去偷她的櫃子裡面的資料 這個是監察院的公告的資料 她是這家公司的股東 有多少股權都寫得清清楚楚 當總統必須要這樣做 這個股權 政治家公司的比例是多少 6.89% 大概是7 7個百分比 好 身為總統 一直這個公司就來申請 跟台北市政府申請說 我要變更成商業區 你不是商業區 海泡王不是一直在商業使用嗎 開餐廳開飯店賺了這麼多錢 已經60年了 60年了 好 那結果你不是商業區 那你是什麼 你去查 這塊地在二號公園上面 它的地墓是中央各軍事學校同學會管建築用地 再講一遍 在公園的土地上面的什麼 軍事用地 結果60年來蔡家有辦法把他怎麼樣 變成飯店變成餐廳賺了不至60億 誰給他的權利 蔣家給他的權利 蔣介石給他的權利 好 那什麼時候申請通過商業區呢 誰敢做 我們來看看如果你有一塊農地 你說你要把他申請商業區 認為你有辦法讓他通過而請舉手 沒有辦法 我們都沒辦法 為什麼他可以 他可以 因為2020年趁著疫情 柯文哲跟黃珊珊怎麼樣 民眾黨啊 台北市啊 他們擁有台北市政府的權利 就把他通過成商業區 那把他通過成商業區 台北市政府要通過之外 必須要經過內政部同意 內政部長徐國勇是誰啊 蔡英文指定的內政部長 內定的內政部長就通過 我們今天看被他指定出來參選台北市長的這個 陳時中 敢不敢拆海報啊 不敢嘛 那你覺得黃珊珊會不會拆海報啊 剩下一個會拆海報嗎 應該是講萬安吧 結果我在查所有查資料 很多人說我會查資料 其實不是你看資料看完整 看到已經瞎掉這律師的工作 我去查內政部的會議紀錄 到底誰練習 我當時為什麼去查那個會議紀錄的目的是因為 我認為徐國勇會繞牌 他不敢出席 果然嘛徐國勇沒有出席 可是我看著看著我覺得 欸這張出席表怪怪的 這張出席表的頭 就是哪一天啊 為了什麼事情來出席嘛對不對 好 最後一張 來大家眼睛 第五例看到誰的名字 是 蔣萬安 看到蔣萬安的名字 蔣萬安為什麼會出席 這一次通過海報 我們變成商業區呢 因為他是中山大同區的區域立委 所以你區域要編分計畫 邀請區域立委來出席 是不是很合理的 是 所以我要問蔣萬安 你為什麼放水護航蔡英文 今天剛才劉國勢所講的 昆利休所講的這個檔案法 蔡英文把他拿來對付國民黨 沒收了所有國民黨的黨產 請問蔣萬安你有沒有意見 你不但沒有意見 你還幫蔡英文 把他家這塊地 軍事用地哦 你曾祖父通過的 讓他變成軍事用地 然後現在你簽名同意 讓他變成商業區 你們蔣家 實在都在為蔡家服務是不是 所以蔣萬安如果 當選台北市長 他有沒有辦法對付的了 蔡英文這個政權 沒有 我今天為什麼出來參選 這個資料這麼的清楚 所以三黨都是怎樣 你不要迷信 不管他在身上擦什麼顏色 都一樣 他們都是一家人 他們都是權貴 那他們是權貴 他當我們是什麼 我们是贱民 我们就是贱民 你说可以这样的话 那这样好 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就在前面 我们也可以给他牵一脚 当三运区可不可以 想要大安森林公园一脚 当三运区的人请举手 一人一块好不好 我当市长一个人翻一块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大家不要这么嗨 不可以 可是为什么他可以呢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你们这些政客就这么敢 所以我生气 我其实参选的所有的情绪 除了愤怒 伤心 伤心什么 伤心市民继续培骗 伤心我们的国家没有法治 所以我有什么 张律师在这边 我们只有一颗想要 让法治落实的心 我有大家 就这样呢 其他我有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 那证据都在这边嘛 到今天为止 我们来看 那个证据我们都会贴上去 这个是内政部公布的 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公文 这个大家上网都可以帮 只要你现在手机拿起来 公告几个关键字 就是 正中企业股费有限公司 然后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馆 你就会看到这个公文 这个公文到今天为止 这块股地都是军事用地 所以既然是军事用地 就应该把它收回来 不然的话 我们一个人都来分一块 这样公平吗 所以我觉得 我今天参选的一个关键就是 我们不能因为 这块土地被侵夺了60年了 侵占了60年了 就地合法 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们除了 这个就地合法 我觉得会有一个数字的这个出现 就是他大概建坪有将近三千坪 将来他商业区之后 盖起来之后 其实他的价值会超过60亿以上 60亿 再加上这60年来他的使用 所以呢 这样讲好的 每个台北市的住家 每一户都少了一支Bison的吸尘器 还少了一个扫地机器人 或者说每一个人 应该有一支iPhone14的 通通没有了 通通都送给蔡家了 这样理解吗 我们还少了什么 我们还少了一个天际线 二号公里本还很漂亮 有一个很漂亮的天际线 你从中山北路 站在南边 往北看 你可以这种丑土的海霸王 挡住了 你可以看到阳明山 二号公里本还很完整很漂亮 我们还损失了什么 损失了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们失去了公平正义 这不行 那三党也不管选谁 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为什么出来参选的根本原因 好 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